昨天有这么一瞬间 让我做了一个巨大的决定 咱们要开一个新坑了 这个新坑叫什么名字呢 叫做残奇奇理 您注意了 是残奇奇理 不是残奇定士 现在可能会有人说 大把牙子你就哥们白活吧 上回跟你这儿学了一个马琴丹士 结果下了两年级了 一盘没碰上 您有什么话待会再说 看完了这一期时间 您再发话 为什么咱们要说残奇的奇理呢 因为这番棋给了我巨大的启发 咱们来看一眼当前盘面 当时我拿的是红方 人家黑方还有鞠马炮三颗大子 而且中路那是虎视眈眈 这马可还踩着鞠呢 您说红方走什么比较合适呢 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现在陈炮与将军不就完事了吗 您这马得回去 黑方退马 红方的往前一冲 我这个军拉住你的五根军炮 但是细细琢磨好像拉不住 比如说黑方不是 我呢往前一冲 黑方平炮 人家可就脱扣了 以后平局得炮 这番棋没准还输了 所以说这么走肯定是不行的 当红方想到这儿有了新的想法 这个新的想法是什么呀 就是残奇的行奇思路 这行奇思路解释是太重要了 咱们现在做一个简单的假设 如果我这个军这个炮 全不要了 您这个军这个炮也不要了 那无论轮到谁走起 那是一招毙命啊 就这个形状 传出去一都丢人 是不是啊 所以这个盘面黑方是不能接受的 既然说这个盘面黑方是不能接受的 那红方走什么比较合适呢 就有了本盘的审之一手 直接弃狙砍中胖 这黑方都懵逼了 凭啥砍我中胖啊 实际在说 这持狙还是带将军的 红方加中胖 现在黑方可就麻了转了 您砍我炮可就不行了 我砍你可以啊 如果现在黑方把炮一砍 那么红方上老件 您说这形状传出去能不丢人吗 边上好些人瞅着呢 所以啊 你砍我炮肯定不行 当时黑方选择了一部紧区 您说我是大板牙子 我给你磕这啥呀 反正你也没能走了 我直接把族啊就给割这了 接着走 让你接着走 当时黑方选择一部紧区 那么红方出老家 你吃我的胖 我呢拱抵是将军 绝杀无解 所以说象棋的思路 真的是太重要了 要想下好残棋啊 这象棋的刑棋思路 那是至关重要 那是至关重要 但是您老爷子再聪明 这残棋的定势 咱们得明白吧 比如说当前版面 人家黑方还有摄像权呢 这红方就剩下一个管局了 这棋肯定合棋了呀 所以说象棋咱们需要掌握的第二点是什么呀 象棋的临界值在哪 比如说这盘棋谁合棋 我呢放上一个兵行不行啊 这个兵就成为压倒黑方的最后一个稻草 您老爷子进居把我租吃死了 然后这个兵随便过去 祸害我一个就完蛋 所以说让你有一个兵肯定是不行的 咱们此时再来换一个想法 如果红方现在有一个兵 那黑方有一个炮行不行啊 那这盘棋又是一个均衡的盘面 还是何棋 为什么这么说呢 这红方的兵你最多拱到这儿 是不是啊 你吃炮一将军人家给你落了 关键老件出不来呀 所以说黑方有一个炮还是何棋 但是如果把这个炮换成马 那可就不一样了 这最后一根稻草啊 依然存在 红方呢可以选择一步出老件 那你走什么都无所谓啊 比如说黑方飞下 那么红方往前一冲 黑方一落 红方呢再一杀 这破了事不是也完蛋吗 所以说啊 第二点至关重要 咱们起码得了解残棋定是啊 咱们得知道这个残棋的临界值在哪 现在啊我来模仿一下大家的先生 残棋定是我们熟着呢 你就接着白活呢就完事 在开始下盘棋之前呢 咱们先来熟悉一下残棋定是 这红方就剩一个是一个炮了 黑方还剩俩是能不能迎起呢 其实这盘棋啊 那是必胜三个步骤啊 咱们熟悉一下 第一个步骤是什么呢 把事知道对方无视的一侧 红方落势 黑方下架 红方的知识 第一步完事啊 现在黑方进老件 红方的退炮 残棋炮回家嘛 第二件事叫是什么呀 左一拳右一脚 冲尖一门棍 黑方选择一步出老件 那么红方平炮 不让你动势 只让你动老件 您老爷子上来不合适吧 直接冲炮将军死齐了 没辙他得进去 红方继续平胖 老件往这边溜达 我还不让你走 黑方没辙只能出来 红方的驾中胖 左一拳右一脚 中间一门棍 您说黑方怎么办吧 老件现在进不去了 没辙他只能上来 黑方上老件 红方的你将军 黑方不是红方退胖 现在黑方可就麻转了 首先你落势不行 人家落势门工了 是吧 落势不行 下老件行不行 这两条大坨你还守不住呢 这却一条坑不行了 是吧 红方此时把势一吃 那是白吃白喝 所以这么走的话 红方依然是必胜 当咱们知道残期定势以后 可以把复杂的情况简单化 咱们来看一眼 当前盘面 已知是什么 已知炮单式是可以赢对方的双势的 所以说现在尽量把局给你对了再说 盘面上我自己还多一个拼呢 虽然说这儿你有一个破族 但是我有单式啊 我的炮还瞄着你的族呢 你这族啊跟没有也差不多 现在黑方吃着自己的兵呢 怎么办呀 这个红方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直接把局往回一拉 油盆上你吃一试试 你是吃也得吃 不吃也得吃啊 眼看吃族代将军 你能不吃吗 黑方此时把兵一吃 那么红方平居对居 这局闪不开了 后面跟着老将呢 那黑方把局一吃 红方呢顺势一吃 这破族还是跑不了啊 你往里边蹭鼓蹭鼓也没事啊 我红方上老将 这个族啊还是死 以后把族打死 然后退炮呢 再把中族打死 这盘面不是闭着眼就赢吗 所以说背起残期定势 真的是相当的有用 刚才咱们啊 祸害人家半天了 这回该人家祸害咱们了 来看一眼当前盘面啊 这红方能过河的 就剩下一个管马了 自己还有一个市一个项 有这个市跟没有差不多啊 人家中炮把市给拉住了 随时准备拱式将军 这红方到底应该何去何从呢 咱们啊得仔细的思考一下 假如说我没有这个马 你呢没有这个市 我这个市肯定得被你吃掉了 有跟没有差不多啊 当前叛面 你怎么才能赢我呢 因为你这个族啊太低了 没有炮架子 好像是不好赢 就说让你摆 你怎么才能摆赢了我呢 咱们仔细的想一下啊 首先你的老件得在中间 先把我的老件给定住 然后这个族呢 你也得在中间是吧 我的老件动放不了了 如果现在轮到黑方走起 你就可以实现双进了 这怎么才能双进呢 因为我的老件动放不了了 现在黑方可以走一招浸泡 我落中间不行 你呢直接给我打了 我落边上也是不行 你照样是给我打了 只有这一种情况 可以进行双进 那我傻呀 让你走成当前叛面 所以说如果你剩一个底足和一个胖 哪怕我剩一个象 也能合起 不耽误大家实践啊 我就把旗给摆回来了 现在轮到红方走起了 身为红方来说 我就剩一管马了 肯定是赢不了啊 是吧 所以说这盘旗 最好的情况就是一个和解 我留着你中士过年吗 给你当炮架子 门都没有 是不是 所以红方上马一将军 黑方上老件 逮着我肯定踩你 红方上马一踩 这黑方 这黑方看定急眼了 中士先吃一口再说 黑方拱中士 以将军 红方冲老件 您吃我一个马 也是无所谓啊 因为我的老件 说啥不上三楼 不可以当炮架子 所以这番级 肯定是核定了 比如说红方飞边下 黑方把炮平出来 红方飞下 黑方浸泡 就跟刚才完全不一样了吧 您老爷子没有炮架子 拿什么赢我呀 所以当前反面 肯定是一个核棋 咱们这个系列 是没有教材的 所以说这个棋谱呢 我得一点一点的编呀 您可千万别着急 别催更 点关注不别录 咱们下期视频 接着玩